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與Lam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李鋒的演藝人生 李鋒出生於1953年8月13日 他的原名是李惠寬 是一位香港女演員 資深舞台劇演員 亦都是前無線電視的報頭合約女藝園 李鋒中學畢業後 誤打誤撞入讀1975年無線電視藝園訓練班 第五期藝園訓練班 而且在1976年順利畢業 1978年他得到導演發掘 從而在電影圈發展 和無線合約暫時放下 他在《射雕英雄傳》續集中飾演韓小型 即是江南七怪之一 《深日文心》 之後曾經參加演出的電影 包括《我未成年》 《撞板風流》等等 偶然間亦會客串演出一些話劇和舞台劇 而以2007年3月公演的《鄧碧雲夜遊古蹟》 更加成為城中熱話引人關注 1995年他回到無線電視演出《刑事偵緝檔案》 在劇中飾演只有兩句對白的韓孫愛母一角 之後更加被無線投閒自散 不准他只拍任何電視劇 直到1998年約滿離開無線電視 轉投亞洲電視了 而在2003年重獲拍攝劇集 因為聲音響亮而擅長飾演牙尖咀利的家婆 外母這些角色 之後主要飾演磁場的媽媽這些角色 雖然氣氛不多 但到了2004年再次回到無線電視 在劇中只是配角一名 都得到不少觀眾的留意 尤其是2005年播映的《情迷黑森林》 是他的上代表作 亦憑這個劇集獲得提名 無線電視台慶攀獎禮 本年度我最喜愛實力非凡女藝員 即是最佳女配角選舉 贏盡不少風頭 而在2010年在《伊家有喜》裡 亦有不少氣氛 是飾演西門飄雪一角 本來在2012年8月就約滿無線的李峰 提早在2012年1月和無線提前解約 她正式投入香港電視網絡 結束了和無線電視37年的賓主關係 曾經在《惡毒老人同盟》裡 首度擔任第一女主角 至2015年3月合約到期就離開了 而在2015年4月 李峰亦都約滿香港電視網絡 而在同年5月 李峰又再次回到無線電視 而被安排參與處境劇《愛回家》 成為主要演員之一 這個劇拍完之後 李峰多數演出一些閒角 直到在2020年4月無線電視合約期滿 她就退休 離巢就沒有再和TVB續約了 結束了和TVB的45年賓主關係 不過偶然間也會客串演出一些電影和電視劇 集、話劇、舞台劇等等 在2007年3月 李峰被揭發她在停牌期間駕駛 而且沒有買第三者保險 在同年的5月11日 在官堂裁判法院被判罪名成立 需要進行12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而且罰款2000元和停牌一年 在2014年12月25日下午 李峰又涉嫌走後駕駛一輛本田CIVIC 發生了交通意外 她的座駕車頭毀壞 左前輪都飛出來 李峰聲稱她不知道發生車禍 然後開車去到將軍澳道近觀塘的景處 她的車頭左前輪可能是過熱 著火焚燒 需要出動消防救適 而李峰因為未能提供酒精測試 而隨後被警方落案控訴她走後駕駛 而她的駕駛車證亦被發現過期 現在讓我們介紹一下李峰的演出作品 在無線電視 她的演出的電視劇有 1995年刑事偵緝檔案2 飾演青樂母 2004年街大歡喜裡的李婆 而2005年情迷黑森林裏做曲奇 或譚梅香酒店風雲裏飾演羅美彩 至於2006年有施工奇案的趙月我 女人吳易造的風 2007年刑妻接覆的賀流芳 同事三分親的偉靈獸 爸爸帝毅的Joyce母親 姦仁堅裏做陳冰 歲月風雲飾演葉芳 司拉兵團做阿絲 而兩妻時代裏做吳卯丹 去到2008年就有太極裡的米布氏 古靈偵探吳熟德 少年四大名布做冷如霜 珠江寶器做嬰姐 不打自己人就做黃美尚 或譚魯太 至於司拉古神裡就做雷艷芳 帝入王金屋就做徐王麗霞 至於2009年大冬瓜裏做三菇 ID精英裏做趙太 友營主婦就飾演梁小姐 廉政行動2009就做葉太 古靈偵探B飾演吳熟德 至於巴不得巴巴 現在他就做謝大壁 去到2010年 有老公萬歲飾演金銀花 手下留情做張馮蘇珊 天天天情做師太 而施公奇案義做趙月娥 女人最痛是做李子彥 現在有喜是西門吹雪 而居家兵團裡就做亞軍 好 今天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點贊 留言 分享 以及記得訂閱啦 拜拜